大家早上好 今天在我们前面的这一台车是 我们将要发往东地文的20尺 集装箱蓝板多用途运输搬挂车 我们可以看到 车辆依然是采用活动的蓝板 前面是采用镀隔的螺栓 这里是香蕉挡块 防止集装箱侧面的蓝板 落下来的时候砸坏 这里是前面的示威灯和指示灯 这里是活动前挡板的插口 红色的和黄色的握手里面是采用 带有滤网的结构 品牌是菲利普斯的 这是七星接头 是用来接主车的电源的 下面我们采用90毫米的直径 3.5英寸的焊接式的牵引销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支腿在车辆的右侧 左侧 那左侧的话 它在行驶的时候 停车 司机操作的时候是在路边 这样车辆是在这一边行驶 相对来说操作会更安全 可以看到蓝板的设计 依然是采用铸钢的盒液 拆卸只需要一秒钟很方便 下面是采用铸钢的绳钩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部的集中箱锁 就在这里 这里支垂我们还是采用的外置车辆盒的 因为客户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 可以看到车辆下部的电线布置 和刹车滚路布置非常整齐 这是空气滤行器 主要是用来保证空气压缩机 当中的废弃的杂物和湿器 通过这里过滤以后 再到挂车的刹车 可以延长车辆寿命 这里可以看到顶部的前挡板 采用的是花纹钢板 那同样 里面的地板 我们也是采用花纹钢板 好 麻烦直接拆下来 好 拆 好 再麻烦装一下吧 好 下边这些锁 好 谢谢 工具箱和支腿操作的把手是在同一侧 停车的时候操作会更安全 车轴同样考虑成本 采用了我们自己的车轴 工厂座的车轴 虽然跟客户讲过 这是自己车轴工厂座主要用国内的 但因为客户也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能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刹车系统和车轴部分依然像上次的骨架车做的一样漂亮 那这两个黑色的 这四个黑色的缓冲缸 是为了东基纹山路上运输的时候 能够更加好的吸收震动 后轴我们采用的是单枪骑士 前轴我们采用双枪骑士 因为这是20尺 所以前部用插车 只要将车轻轻调起25度 第一根轴离地的时候 这个车就不需要解除刹车了 就可以拖走了 后部的LED灯 有刹车灯 雾灯 还有转向灯 那这种电线的结构 我们也是采用比较方便维修的 直接拔插可以的 后面这里是牌照灯 这两个档块 是车辆在线到泥底的时候 可以用插车或其他的工具顶一下 轮胎我们采用的是三角轮胎 带内胎的1100轮胎 因为在山路上行驶的时候 要考虑万一扎到东西的时候 有内胎轮胎比真空胎要更可靠 我们来到了车辆下部 可以看到车辆下部的刹车系统 做得非常的漂亮 因为刹车是一个车 半挂车制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管线要整齐以外 还要考虑刹车的响应时间和制动的可调节性 我们的气势统统是向后的 这样在刹车的时候 不会像其他像前桩的气势一样 产生两个双重刹车的作用力 这样能够使车辆的寿命更加长久 好了 我想这基本上就是这辆车大体的结构了 最近我们有看到其他的网站上 有盗用我们的视频做他们自己的宣传 这样其实挺不道德的 如果你们有看到相同的视频的话 麻烦你们帮我们留言 谢谢 好 那今天就这样 再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